上回说道 年耕尧准备以铁血手段震杀十名皇亲国戚 九爷允堂慌慌张张地赶来修行 但话还没说完 年耕尧就毫不客气地打断了 军阀无情 九爷似乎您不应该管这些事情吧 九爷允堂老脸一红 虽说他名义上是雍正派到军前效力的 但谁都知道他是被发黑过来的 他根本没有资格管这些事 可这些侍卫都是上三期的皇亲贵重 此次都是跟自己一起来的 如果第一天就被年耕尧杀了 以雍正跟他的关系 那可铁定是小事化大大事化牢笼 传到朝廷传到皇上那儿 我也脱不了干系啊 允堂愿意做保 念在国家用人之际 先记下这十颗人头了 年耕尧还在秀 丝毫没有要松嘴的意思说 人是我杀的 绝不管你是 九爷您知道 我截至四省 十几路人马 二十万将士 商法不分明 如何镇三军 大敌当前 已对敌军形成合围之事 各路兵马不能协调一致 误了军国大事 我才是脱不了的干系 年耕尧说完 便坐了下来低头翻看公文 不再打理九爷 九爷急了 也顾不得身份尊荣 拉着周围的将军 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求情 向四周不断作移 将军们见这位体自尊荣的皇帝 如此将尊迂贵 千功下令 心里都不禁一阵发酸发热 对视了一眼 齐齐走到中间 向年耕尧跪下 收下燕宝 年耕尧看着点头哈腰的允堂 和齐齐跪倒的仲将军 心里是弃义又得意 直到九爷都对着他跪了下去 年耕尧这才过足了端架子的瘾 他也有些吃惊 倘若这位李绝百疗的贝勒爷 真的向自己下了跪 传到京城绝对是大麻烦 戏眼的够足了 他急忙掺住九爷 不可不可 千万不可 去 把那个十个侍卫给我带回来 死罪虽免 活罪难饶 当庭个人二十军贵 依井效忧 大将军看火候差不多了 便立刻换了一副嘴脸 对九爷和侍卫好言相待 这群死里逃生的大类侍卫 斯德格尔摩正后群发作 彻底被年耕摇收府 今儿个一场噩梦 圣徒识变书 我们今儿个服到底了 今后 安前马后 总归听大将军的使唤 就是了 为大将军令失踪 九爷自然不必说了 卖了他一个天大的人情 刚刚送给您耕摇的 十万两银子的见面礼 也等于百送 您耕摇之所以大费周章 是因为他知道 这群侍卫就是雍正派来看着自己的 他们有秘折转走权 你们还年轻 不懂事啊 经过这一番手段 果然木香阿在秘折中 说的都是年耕摇的好话 但是老年还是其差一招 奴才木香阿贵臣 年耕摇是好样的 他心里装着主子 装着朝廷 每天睡觉不到三个时辰 吃东西也很简单 奴才一心阿密臣 大军正在对叛军形成合谓之势 当务之急是军需粮草 但浪费仍然很大 仅仅中军行员每天吃的蔬菜 就安排了一千多人从四川转运 就被了允堂和十名侍卫已经到了 年耕摇对允堂礼敬有加 却差点杀了十个侍卫 不知为什么 十个侍卫反而对他十分威服 两边一比较 在稍加揣摩 这年耕摇摇翻天 可眼下打赢西北战役最重要 现在只能暂时忍住 于是这场风波算是过去了 打仗最重要的还是钱 大军一天需要二十万两银子的消耗 即使雍正下历 除了皇太后的日常花销不减 包括她在内各官的开支都减去一半 全部供应给西北 可国库里的存营依然只能再支撑一个多月了 而年耕摇呢 仅他自己的行营每天就花销二三万两银子 甚至为了满足自己的狗腹之欲 特意安排了一千多人去四川运送新鲜青菜 这也太迷废了 有这回事 却有其事 再苦也不能苦了前方 只要这一仗能打赢 雍正再一次忍了下来 可奈何你忍他不忍 西北前线 宁耕摇依然我行我素 河南梁到送梁 山洪爆发只耽搁了一天 宁耕摇直接下令诈了 我是河南的地方官 是朝领签订的三匹大员 你没有权利杀我 我没有权利 我的话就是权利 这一战 让户部官员抱团辞官抗议 梁草晚一天就直接看了 多少个头都不够松了 国库里一文钱都挤不出来 这年更摇海一天一个公文的嘴响 户部这个差谁都没有法子当下去 所以这些当官的也是无能为力 好吧 西北的军想户部就不要管了 雍正当机立断 成立了军机处 西北的军需粮草调配和用兵方列指挥 权规军机处办理 这一举动开创了大清国的最高权力中枢 为了替前线筹措军需 雍正不得不再次提起国库欠款一事 他决定拿欠款大户江苏的曹里两家开刀 这两家共亏空了三百多万两银子 一线就是十几年之久 而到了现在还不追讨是因为 这曹里两家都是孝庄皇太后家的包衣奴才出身 在康熙朝受尽荣宠 是中英鼎师之家 不管谁的包衣 这次都得把欠款还清 张敌玉 马齐立刻以军机处的名义 把一道六百里夹击给李渭 江苏的欠款还不清欠款就抄家 这苏州曹家府 曹雪芹他爹曹府 看见朝廷动真格了 也终于走了 白发苍苍的曹母 把曹雪芹落在怀里不声地吊了 抄家可是为差 尤其是这种大户人家 市首前两件贵重物 就能顶一年工资 这不几个想中宝私囊 奈何运气欠价 被李渭抓了个正常 这要是换作年耕尧 这人当场最少八万 可是李渭却只是八续几人的外衣罚战 终于 雍正不惜得罪天下前朝旧神和天下官员 几乎把国库掏空给年耕尧筹齐了前线的军饷 年耕尧也不负众望 终于完成了对整个青海的包围 如今摆在眼前的问题 是如何找到罗布藏丹增的主力 执行最后的歼命 而此时的河南巡抚衙门大堂上 田文静正一筹莫展 年耕尧前方催梁 但是梁草却尚缺一万五千石 之前的梁道已经被年耕尧杀了 现如今根本没人敢去押育 那也得送 总不成叫我这个巡抚亲自去送吧 一片鸦雀无声 但就在此时 久未露面的编剧乌先生走到了前头 他毛遂自荐要替田文静去押送梁草 乌先生 八千两名字一年的牧筹 你不干事也就算 你不要再给我添乱子了 您愿意去押送梁草 总得有人去嘛 您不怕死 放心 年耕尧还杀不了我 诸位大人请放心 过去 乌某和年大将军还有些交情 喜欢视频的观众关注点赞评论走一步 拒绝白嫖从你我做起 遇之后事 请看下回 东翁 你当乌某活得不耐烦了